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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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愿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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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曰:「能者得知,仲乃之焉,逐厚数百人来,一夺一波,一生俗信臣贵民,先士士品将军,信群粗糙, 记忆参寻,为众人先,趁机能,能执下一波,一石上云,此一表信可立真也,能引于草莽中,惠民智,提夺不动,乃幻云, 行者,行者,我未法来,不未依来,能遂出于磐石上,惠民作礼云,望人者,望行者,为我说法,能云,如既未法而来,可贫习出言,勿生于念,不未辱说, 梁酒,明曰,不失赞,不失恶,正与摸石,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民言下大悟。 我们上个星期,说明到这个,吴祖宏仁大师啊,看到那个惠能,大师做了祭诵, 这祭诵之后,那吴祖宏仁大师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怎么,不得以冒起人啊,什么,何时,何夺多时啊,他,身为这个肉身菩萨。 那吴祖宏仁大师啊,看到大家,这样子,那大惊小怪,就把这个,鞋子啊,一直脱下这个鞋子啊,把这个, 底下那个习送人要插掉,说还没有见信。 那后来,那吴祖宏仁大师,敲了山下,那六祖宏仁大师到了三更半月,就到了吴祖的方丈市区。 那吾祖大師把這個袈裟 遮圍 跟他講金鋼金 一樣講到 應無所住要稱其信的時候 那慧能大師要言下大悟 悟什麼?悟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藉著六祖大師所悟的道理 我們要言下 放下萬元 原來萬法不離自信 一切萬法就是我們這一念心信 也就是在大盛啟信論所講的 法界即真如 能夠誤了這念 萬法不離自信 就是六祖大師在聽到吾祖大師講到金鋼金 應無所住的時候 他言下大悟 那之後他做這個無所記者 何其之信 本是親近 何其之信 本不生滅 何其之信 他本是記主 何其之信 本不動搖 何其之信 能生萬法 我們上個星期也把這個記者已經說明了 簡單講 我們的自信 容縮起來 就是我們如來賬妙真如信 也就是我們這一念佛信 祂祭足了這個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 那我們學習佛法 重點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誤我們的本性 我們如果說我們連我們的自信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所修的只是不過 不是完整的一個佛法所講的這種真實意 所以說 誤後啟修 言結經講很清楚 我們要誤後啟修 誤的本性 每一個人本記的佛性 他本記的功能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無所記者所講的 他本來親近 不需要在親近上再加親近 他本來就親近 只要我們放下萬元 不再攀岩了 心就親近了 同樣的 當你心親近的時候 第二個 何其之信 本不是滅 他不會 心不會再 不再攀岩的時候 心就不會有生滅了 因為我們誤把外面經界當作只有的 所以我們見到見相了 著相了 那就有生有滅了 這樣 一切現象 它是一個緣起的幻象 我們了解了之後 不再攀岩了 外面的境界是緣起 緣起法 不是只有的 我們講 緣起信空 信空緣起 那何其之信 本自記足 它以記足一切的功能 也可以說 我們宇宙萬佛所顯現出來的現象 它都是我們所來當妙真族性 所記足 本記的功能性 包括我們講的 有群眾生的種種靈靈中 包括無群眾生 其實是同個性 有群 無群是同源種子的 它記足一切現象 包括你看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受傷了 手腳了 有時候碰到割傷了 你不要 只要不要發言 不要那個 它慢慢自己會瘋核的 它記足有這種功能性 包括我們說 看到種種的現象 外面 種種的 我們現在借著這個媒體八達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我們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那個都是 它各種因緣 它顯現出來的現象 那就是我們如在張妙真族心 它本記的 所以就本字記足 包括我們 不是給我們這個人間法界 包括十法界 都是 它記足的十法界 一切的智慧得能 它本不動搖 雖然顯現這個現象 但是它才是如如不動 不會被外面境界所轉 這都是我們自己的自信 它本記的功能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因為它有記出這個信 你以什麼造作 它就顯現出來這個現象 所以說 我們講我們眾生是誓照 福祂是禮記 那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自信本記的功能 那做了這五首記者報告之後呢 五祖婚人大師呢 要知道六祖大師呢 大超大悟啦 見慶啦 所以他名為 丈夫天然佛師 他做了一首記者 五祖婚人大師做了一個記者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信亦無勝 這是五祖婚人大師 他的傳法記 上個星期我們把這個傳法記說過了之後 那五祖婚人大師說 過去達摩祖師啊 從上以來啊 也就從 這佛陀 這個臉花 加色遵守 破言為效 從這個傳中的這個傳法 我們講從初祖一直傳到現在以來 就是 故傳此意啊 以為性體 代代相傳 法則以心傳心 皆令自物自解 那 自古勃勃為傳 本體是自密布本心 本體是從 一個是從體性來講 一個是從我們的這個體脹的顯用來講 你看說我們本體 我們講以心應心 各位可以藉著簡單的這個道理 像那個鏡子啊 鏡子兩個鏡子啊 像我們的心 往外攀遠了 所以說我們 用這個心啊 我們像 用心如鏡 那我們以這個來做比喻 兩個鏡子 鏡子跟鏡子這樣相對 你看鏡子跟鏡子 它沒有做意 它當下就是這一點心性的顯用 就是簡見了 所以我們用鏡子來做 以心傳心啊 你如是我也如是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諸佛如來都是這樣道理 因為我們記得攀岩之後 顯現出來馬上攀岩了 一攀岩了就有能所向對待了 所以以心傳心 簡單講我們用像鏡子 你心像鏡子 我也心像鏡子一樣 所以我看了當下這一點心性它所顯現出來 就是我們自心自顯 因為我們相對能所太久了 馬上做攀岩 馬上那個 我們藉著這個道理 欸 原來 以心應心啊 原來如果徹底了解方家文 原來也不難啦 難就是我們一攀岩的時候 馬上心意識方向去作用 差別於這個地方 所以古德才講說 智人用心如盡不僵不隱 它顯現出來的作用 它不需要經過我們的這個心意識的作用 它自然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就有它直接的顯用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本記的 那 胡主任大師說 使這個一啊 就傳到這裡 以後不再傳下去了 如果再傳下去 這個一不是傳下去的話 那命如懸絲啊 請這個六祖大師趕快離開這裡 恐怕有人會害你啊 他六祖大師問他 問胡主任 那我要去哪裡 從要哪個方向 胡主大師說 紅懷則子亦會則常 六祖大師 所以三更半夜 他就領了一波之後 就馬上到這個傳頭去啦 因為他不是那個 那湖北這邊人 他是廣東人 所以對這個路啊 都不熟 那請胡主和大師 帶他到江口去 胡主大師說 你不需要擔憂啦 我會送你啦 到時候 胡主分大師 送到這個九江 你知道恰好有一隻船 那 胡主分大師就 請這個 慧能大師上船 那胡主大師一上船 就自己搖獎啦 那慧能大師就說 那 請和上你坐啦 和者 弟子 和搖滷 就是由我弟子來 渡船 划船才對啦 無主分大師說 何者 無渡主啦 應該是由我來渡你才對啦 那慧能大師說 迷詞思度 悟了自度 那迷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以色萬法的是真相 我們迷在境界上 所以迷者 需要老實來幫我們解開 迷者 思度 那悟了自信的時候 我們悟者自度 度雖 度名雖意 用處不同啊 那慧能大師 他因為在廣東 那語言 廣東腔啊 說語言不正 蒙師父 父把金 以得物 所以他今天 得到無主分殘職的這個 一波 他只和自信自度 自信自度 自信自度 我們也是一樣啊 為什麼要自信自度 就是要 掃除我們的 過去無時以來的這個習氣啊 因為我們是 尤其我們 從偏望見來到我們這個 人間 那麼人間就有真見 有能所相對待的 長久以來 我們的 我們的知見就是在能所相對待的 所以我們 看法想法 相對的是錯誤了 所以這樣悟了之後 我們要自信自度 那我們的導師啊 我們監導師啊 他用五種的方法 一個 就是我們平常的時候 我們沒事的時候 一句佛號 像阿民陀佛 每一個人 他 看根來 跟哪一個 哪一尊佛 言比較深 譬如說我們念阿彌陀佛 誒 念得很 很相應 或說你念觀世音菩薩 念得很相應 或說你念地藏王菩薩 念得很相應 那麼一句佛號 就是 平常就沒事的時候 一句佛號 那依照經濟來的時候 佛號 佛號 補不住了 我們就知道是第一個 我們用 信中的方法 延起信空 這一切都是延起法 延起無自信 放下 放下 我們的煩惱放下 用觀 依我們信中的方法 觀照 放下來 如果說 我們這個信中的方法 還補不住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 什麼 用為事的方法 世外無盡 萬把為事 世外無盡 世所言 世所變 放下來 知道這時候都是萬把為事的道理 放下來 再來我們這個信中方法 和為事的方法 我們都扶不住了 還是一樣煩惱 我們就是 以達摩組織的這個 還在想 過去生欠他的 放下來 把它當作還在想 如果這個三個層次 經過了四個層次 再沒有辦法 煩惱沒有辦法 我們在浮煩惱的時候 那我們就 懺悔業障 深深佛權 懺悔業障 把我們無時以來的這個習趣 把拔除 慢慢慢慢心就得到 按緊這樣子 依這個五種的方法 才方便 幫助我們放下這個煩惱 你看到了 真正到了 我們了解 萬把 的事真相 如果 徹底了解 這 為事一心的時候 你知道悟一心 你馬上知道這個 整個境界都是我們 這個夢境 如同夢境而已 我們可以用融縮一個方法 馬上放下來 知道是夢 也就是 延結經 普賢菩薩章所講的 知患 距離不做方便 離患 距離不做方便 距離不做方便 直接 放下來 這就是夢 這是夢 夢醒 夢醒 像是說 什麼叫 明心見性 那夢醒就是 明心見性 了解 整個境界就是我們 一心境界而已 我們用這個五種方法 來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煩惱 無時以來 無時絕來的煩惱 這個習氣 毛病 慢慢慢慢放下來 也就是 也就是這裡 所講的 慧能大師所講的 經與得物 指和自信自度 這個非常重要的 自信自度 迷走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了解 現在已經了解 事實真相了 萬把 唯是我們這一點心信 那就是 我們 如同六種道之類講的 上星期說 我們 上星期 說明到了 經與得物 指得自信自度 接下來我們今天 要說明了 詩雲如事如事 以後佛法猶辱大行 如氣三年 五方四四 如今好氣 努力向難 不宜述說 佛法難起 接著 所以這個五組 說五組大師 告訴六組大師 沒錯 建地就是這樣子 建地正確就是這樣子 何以自信自度 是這樣子沒有錯 是印證 以後博靶呢 這個博靶就是我們講 直指人心 漸進成佛這個方法 那就由你來弘揚 將來就把這個博靶廣行一世 那我離開三年之後 我才... 你離開三年之後 我才離開人世 如今好氣 就像前面所說的 善自護念 努力向南 要趕緊往南方向南走 不宜訴說 博法難起 但是 你不需要急著去洪傳這個 洪傳這個 不要急著傳這個法啦 博法難起 也就是 大正的博法的言還沒有成熟啦 你看 一切... 我們修情就是要什麼 資良夠 那言就成熟啦 資良你...資良祭祖的時候 我們現在方便的修 修得把我們的這一...你看 不會... 我們修情是不會雙修啊 資良夠的時候 言祭祖的時候 大聖 你看 大聖這裡講 言還沒有記住啊 因為... 佛法還沒有... 言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吳祖文教大師說 你不要現在就不要急著去弘揚 相對的 我們言還沒有記住啦 我們也不是說 一直要想要... 懂了一點 就一直想要把這個... 雖然是 這個心是... 我們講說 是大聖的心量 對不對 但是 我們講說 要先自渡之後才能夠渡人啦 也就是 我們了解之後 包括這裡所講的 告訴我們 就是要言 大聖佛法的言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吳祖文教大師 不要急著去弘揚這個慘法 尤其這個慘法 言不記住的時候 你還是先隱藏一陣子 以後 當言成熟的時候 再來弘揚大聖這個慘法 那 接下來 這裡底下說 能辭為祖語 發足難行 兩頁中間之大一領 會能大失 能辭為祖語 也就是為... 這個為啊... 為祖語 為是指著晚輩 晚輩離開長輩的意思 為... 六祖道師辭行這個... 無所婚人道師之後 他就往向南這邊走 走了兩個多月 那就到大一領了 你看 前面我們看啊 他是一個多月而已 一個多月 他就到了 他這個要兩個多月 你看我們... 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前面這個一個多月 他來的時候 走了一個多月 對不對 那現在回到大一領的時候 他走了兩個月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說 前面是... 為了求證啊 我們講未把王妻啊 這個精神啊 你看 哇 他為了這樣子 他這樣急著到這個... 東禪寺 你看從廣東一直走 一個多月 就可以... 已經到了這個東禪寺了 這種的... 未把王妻的精神啊 這... 這在我們這個佩服啊 所以說 那現在回到這個... 要回去了 走兩個多月才到大禹寺 這個大禹寺 是一個山的名字 名稱 他是在江西省 大禹縣 這個... 南... 這個... 南方啊 大禹縣 這個... 江西省的這個大禹縣 這個南方啊 跟廣東省 南雄縣 這個邊界 也就是... 武嶺之南啊 那個時候 六祖到這走 兩個月... 兩個多月才到 接下來... 五祖歸... 數日不上堂 眾於... 我們看這個... 幾下這個... 那麼最後一行 兩百三十五月最後 五祖歸... 數日不上堂 眾於... 欲問曰... 和尚... 少病少腦... 佛... 亦... 病既無... 依法與難以... 問誰人傳授... 亦... 能走得之... 眾乃之焉... 俗厚... 數百人來... 亦奪依波... 一針... 俗信臣民... 慧民... 先是士品將軍... 信行粗躁... 極意參巡... 為眾人先... 趁極於能... 能執下一波... 於時尚雲... 此依表信... 可立真也... 能... 隱於草莽中... 慧... 慧民字... 這個... 提... 奪... 又可以說錯... 提... 奪不動... 提... 錯不動... 這個破音字的樣子... 乃煥雲... 行者... 行者... 我未把來... 不謂依來... 能睡出... 坐盤石上... 慧民坐禮雲... 望仁者... 慧我說法... 能云... 如祭未薄來... 何頻襲諸言... 悟生於念... 無謂如說... 良久... 慧民曰... 不思戰... 不思惡... 正以摸實... 那個是明藏座的本來面目... 慧能... 慧民... 言下大悟... 慧民曰... 另外... 接下來... 也就是... 這個... 這個部分的經文... 就是... 吳祖婦寧大師啊... 回去之後... 他對... 對他傳... 傳把的事情啊... 做一個了結啦... 因為... 你看... 他傳... 要想要傳把... 結果沒有傳給這個... 神舅大師啊... 是傳給了這個還沒有出家的姬氏 尤其瘦瘦乾乾的 六祖大師到了中禪寺的時候 他就說你這個狗寮 對不對 瘦瘦乾乾的 結果這個把一波是傳給了這個六祖恆忍大師 而不是傳給了這個神秀大師 所以 五祖恆忍大師送了六祖大師渡江之後 他回到了東禪寺 經過好幾天啊 都沒有上堂啊 沒有上堂說法 所以大眾心中都很疑惑啦 就去問五祖恆忍大師啊 和尚少病少佛 少腦佛 這個就是我們講佛教的一種問候語 五祖大師說 病倒是沒有啦 五祖恆忍大師借著這個園啊 他說我已經把這個衣拔 你看他順了這個園 因為已經傳 把衣拔已經傳給六祖恆忍大師啦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三更半夜啊 所以說他借著這個園 他說我已經把這個衣拔啊 把這個法 衣拔傳到了南方去了 這時候大眾就開始問啦 是什麼人得啊 得這個衣拔呢 這到底是誰在 得了這一波呢 你傳給誰呢 五祖恆忍大師說 能者得之啊 這個能者 其實他有相關語啊 一個是指 有能 指指慧能大師 他得啦 一個是指有能力的 能夠單步一把的人啊 能夠入伯之間的人啊 得之啊 這個有雙關語 雙關語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是慧能大師得了一把之後 那就有數百人啊 變在後面啊 哇 趕緊去追趕六祖大師 想要躲起這個 把這個衣拔 躲回來 還好 當時候 五祖恆忍大師呢 把衣拔傳給六祖 慧能大師的時候 叫他馬上 不宜久留啊 馬上趕緊離開 你看 接著你看 有百人啊 幾百人要奪得衣拔啊 這個時候呢 也就是一個生俗 他俗姓叫做陳 名 慧民 其中就是一個出家人 他俗姓 姓陳 叫慧民 他以前做過的四品將軍 他身體也很強壯 那 性情比較 出線條啦 我們講說 比較粗躁 出線條 記憶參詢 他很熱心啊 他一聽到的時候 一心就想把這個衣拔呢 把從六祖 到那邊手中 得回這個衣拔 所以他很快地跑到這個 眾人的前面 所以趁吉余能啊 比別人家跑得快啊 因為他個子高大 所以跑得又很快 所以最後的追上了 六祖大師啊 六祖大師 看到後面的人追趕上來了 就趕緊把這衣拔啊 放在這個一顆大石頭上 自己再躲在這個草莽裡面 六祖大師就說了 這個衣拔是表信物的啦 你想得到它 要靠自己的本事啊 也就是這個衣拔啊 它是入伯之間 明信見信的這個象徵信物啦 可力真也啊 並不是說你把這衣拔躲回去啦 就有用啦 也就是說 你想把衣拔躲回去 你就可以開悟啦 不是這樣子啦 光是這個衣拔啊 沒有什麼用啊 怎麼可以是蠻力來躲起呢 能隱於草莽中 惠民自其罪 一個是罪不動 這六祖大師啊 就躲在這個草莽中啦 隱於草莽中啦 惠民到了以後看到衣拔 可以拿的時候 欸 它吹不動 一提提拿不動 這個兩個說法 一個是什麼 惠民拿著衣拔的時候啊 聽到六祖這麼一說啦 此衣表信 可力真也 因為他本來是士兵將軍嘛 他能夠放下這個將軍 對不對 因為將軍的生活呢 過了榮華寺富貴啊 他而且能夠放下這個將軍 榮華富貴的生活 自己去出家 可見他也是很善根深厚的 所以他一聽到之後呢 他自己覺得很慚愧 還有另一種說法呢 也就是說 佛法不壞世間法 有護法 我們講感應道教啦 一種說法 也是當他拿起這個衣拔的時候啊 那護法神啊 保護了 加持了 有這個兩種的意思 所以他提錯不動 因此他產生一種敬畏之心 產生了這一種的慚愧之心啊 所以他來幻雲 行者行者 我為法來而不為依來啊 他拿不動的時候啊 他大字一經啊 心聲敬畏了 於是就大聲就說啊 這一位修行人啊 我不是來搶奪一波的啦 我是為了求寶而來的 能脆出於盤子上 就慧能大師聽到慧民說 他是為寶而來 而不是為了奪一波而來的 於是他就 救主大師就從這個草綁中呢 就走出來了 他盤坐在這個石頭上 那慧民坐禮啦 望行者為我說法 你看 慧民見了六祖道之後 他坐禮啦 就是問訓的意思啦 那時候六祖道師還是還沒有出家啊 你看慧民 慧民那個將軍已經出家啦 對不對 你看 他看到六祖道師之後啊 他還是禮拜啊 禮拜六祖道師啊 坐禮拜啊 他坐禮拜之後就說啦 希望你這個大修行人來為我說法能源 如既未來 如既未寶而來 何不平息諸言 悟生於念 無謂如說 六祖道說 好 那你既然是未寶而來啦 那你現在呢 先坐下來 平息諸言 平息諸言 簡單講說放下萬言 悟生於念 未如說 所以這個平息諸言 非常重要 因為這句話也就是我們修行一個重點 你看 我們到達摩祖師傳法給慧口大師的時候 慧口大師就問他說 要怎麼樣保認 達摩祖師 說怎麼講 達摩祖師 要加平息諸言 也是一樣平息諸言嘛 也就是 不要往外攀岩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 放下萬言 所以說我們因為 我們世間的現象就是不斷的往外攀岩 不斷的往外攀岩 因為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的環境 生活依報環境 所以說我們不斷的往外攀岩 所以說就是我們如果能夠真正的平息諸言 放下萬言 心不再攀岩 心就清淨了 一樣道理 所以這句話很重要 這對我們修行來講 我們要放下萬言 如果我們放下萬言 心自然就清淨 因為我們 因為簡單講 什麼是道 平常心就是道 平常心 心不攀岩的時候 心就是本來就清淨的 所以前面講說 本字清淨 那本就清淨的 其實都是我們 心不清淨 我們都是有攀岩心像 如果我們靜坐的時候 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 一坐下來 哇 那個妄念奔菲 對不對 我們就發現到 原來我們心從來沒有 心念從來沒有止息過 心念從來都沒有清淨過 就發現到了 所以從靜態上來講 我們學習靜坐 我們發現到 我們心都是往外攀岩的 慢慢我們學習靜坐 放下來了 萬言放下來 現在心本來是親淨的 所以仁言經講得很好 告訴我們 狂心自邪 邪至菩提 讓我們狂心一邪了 那邪 放下來了 那這念心 當下就解脫了 你看為什麼《金剛經》裡面講 善男子善女人 八阿諾道三秒三菩提心 因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你看佛陀 因為這是大聖經典 佛陀回答啦 西菩提的問號說 諸菩薩摩佛陀 因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若轉生 若胎生 若化生 若是真 若化生 若有瘦 若無瘦 若有餉 若無餉 若非有餉 非無餉 若皆令入 無欲捏盼 滅渡之 如是滅渡 無量無數眾生 十五眾生 得滅渡者 回顧 西菩提 若菩薩由我向 人向 眾生向 受我向 既非菩薩 從這裡 我們就要瞭解了 我們所看的都是有著相 見相著相 其實前相即性 都是我們如來上廟前 真如性 也就是我們整個所見相 現相 都是我們佛性所顯現出來的 所以只要佛陀 吉菩提 菩薩 因無所住 行於佛思 無所住 我們都是有所住 所以說要無所住 行於佛思 所謂不住這佛思 不住真將為處罰佛思 因無所住 行佛思 這個佛思其實就是 叫我們能夠捨啊 我們執著了 才需要捨 我們把外面境界當作真的 夢還沒醒 在夢中 我們就需要捨 先捨什麼 我們的外財 所以佛思就幫助我們 你不要有所 能夠財思 不要有所求 對不對 以後財思能夠得到這個財富 叫我們不要執著 外財 外財能守 最後才能夠守我們的內身心 內外都捨了 那自然心就親近了 全部放下來 內外都捨了 也就是我們所執著的夢境 欸 夢醒了 自然就 只要說外面境界是虛幻的 自然就能夠放下來 我們提起佛法就是第一個 尤其是大正佛法 瞭解是真相的時候 懂得放下來 瞭解啦 都是我們心所變現出來的 不再執著啦 所以說 如果我們不思啊 想得到不報 那是增長我們的我值啊 我值增長了 那煩惱 斷不了的 所以我們學區佛法 就是要 要我們先物本心 瞭解萬法是真相之後 知道是得不到 都是我們正念心性顯現出來的 瞭解是真相之後 我們就 要叫我們放下 就比較容易啦 能夠放下這個 我們這個 內身心跟外器界 身心患 把它放下來 真正做到了 我們心就自然就親近了 所以六祖大師啊 告訴慧民啊 平息諸言 悟生於念 我未如說 良久呢 為慧民曰 不思善 不思惡 正以摸持是明 那個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 過了很久啦 這個時候六祖大師看到慧民啊 慧民啊 慧民將軍 他出家啦 他是心清靜了 夜清靜了 他就說不思善不思惡 這個時候是你明上座的本來面目 因為慧民那個時候呢 悟生於念 心裡親近了 只有你看 我們也可以借著這個因言 我們做著 善也不思 惡也不思 兩邊 空也有也不想 空也不想 不躲在空有兩邊 這一念清清楚楚明白這一念心 你會發現到這個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所以因為慧民那個時候心清靜了 反照一念 不思善不思惡 正以摸持是明上座明 反照一反照 心裡 以前 心裡面開始的時候 要奪一波嘛 因為他想要把一波奪回去嘛 因為他心身 你要提不中啦 他要拿一波拿不中 心身定位啦 這個時候他放下萬言 還叫做平息萬念 萬言 悟生於念 這個時候他心念止息了 剩下一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個念 他沒有妄想 所以不思善 不思惡 這個一下子 讓他能夠匯起有沒有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電電心裡本來就有的 空靈 靈勞空的這念 節之性 所以我們一樣的依這個元啊 我們也可以反照 我們現在放下 善惡都放下來了 當下回關反照我們這念 似乎是心 聽 梁莫瑟在講話的時候 聽得清清楚明明白白 電電心裡本來就有的 他本來就如此了 法好如是 他本來在我們的文信上 他本來就是聽得清清楚明明白白 但我們演的功能 他見得也是 清清楚明明白白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剛才不會講嗎 我們用靜子來說明 靜子所見 繞得清清楚明明白白 兩個靜子都是一樣 那你拿五個靜子 十個靜子 每一個靜都一樣 那就是族同我們講說 以心應心 我們從這裡去體會到 以心應心就這樣子 沒有其他的道理啊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本來的實相本來就實相 當下就是實相境界 當下就是我們 我們既空 既腳 既中的現境界 這我們本來的 每一個人本來的 所以藉著這個言啊 我們反照一下 我們也可以 原來這念心 它是 極遙長照 造遙長疾啊 勇家大致在前節 在這個正道歌裡面 勇家前節 才知道正道歌裡面講的 極遙長照 造遙長疾 那就是我們真心啦 那我們在作用的時候 真心在作用的時候 我們又加一個 極遙長用 用遙長疾 好 那我們就知道啦 那就是體用不傲 也就是在動靜 你看 一個是靜態的 一個是動中的 那就是動靜能夠達到動靜一如啦 那是我們本來的心就是這樣啦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 就是我們親近的 無相的本心 那我們現在心攀岩了 那親近無相的本心的作用 那就是 變成煩惱啦 如果我們不攀岩了 親近無相的心 那就是剝弱的智慧 所以剝弱的智慧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激的妙智慧 也就是我們人人本激的真實智慧 每個人本有的 那如果我們心攀岩了 那就是 依我們八字 填宗的種子 許現形 現形 薰種子 那就產生了無量無邊的煩惱啦 那是依我們的八字填宗的 這個習慧作用 你看真心的作用 一個是我們八字心的作用 我們要體會到 一個真心的作用是 清清楚明白白 它不利能所的 那八字填宗的 就依我們的記憶的作用 種子取現形 現形 薰種子 那就是我們世間 我們以四字變衝 這個智慧就變四字變衝了 一個是剝弱的智慧 一個是我們世間的知識 世間的知識就變四字變衝了 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我們講 這個心 智慧也是一個這個心 我們煩惱心也是同樣這個心 差別就是什麼 我們用 能夠錯用了 一個是能夠正用了 所以說我們講的一切的一切的作用 其實就是我們懂得善用 如果說真的善用的時候 的確法都是合乎我們的佛法 所以說我們講說這個 同樣的水啊 能夠再周也能夠復周一樣的 你智慧的用 那幫助我們就是我們講 了解是真相 不再攀岩了 不再 不再是起相了 能夠離相了 清靜心的作用 那一切的作用 那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啦 所以說其實都是我們正念心 我們住相真心 就是深煩惱 我們離相真心 就是菩提 所以慧民啊 當下氣會無相的真心 所以他眼下大悟 原來我們所有的跟神接觸 其實都是當下都是真心 我們悟的時候 那心體是空極的 無相親近 我們跟神接觸的時候 前面講他能生萬法 自尊自顯 不需要經過我們的心意識的 這個作用 我們稱為體用不奧 所以當慧民原相到的時候 他接著就 又問了 部分人 上蜜蜜蜜外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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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都是叫我們 同樣的叫我們 去體會到我們這一念真心 就是借這個言 雖然他已經悟了這一念真心了 他接下來就問了 上來也就是從 從上以來 也就是從佛祖傳 傳這個心靶以來到現在 我當時候 在法華會上的時候 臉花微笑 顯示我們的佛信 我們每個人的佛信 其實那個就是蜜蜜 我們的佛信 你看 他沒有顯示這個功能的時候 他裡面含常了什麼 含常了智慧德能 就是我們大寶藏 大寶藏不能選 那就是蜜蜜 那蜜蜜就是 佛陀告訴佳塞尊者 我有正法眼障捏盤妙心 十相無相 其實這捏盤妙心 附屬於辱 這個就是蜜蜜 一個是蜜蜜 也就是六祖大師 所說的那個無所句子 蜜蜜就是無所那個句子 何其自信本自親近 何其自信本不生面 何其自信本自濟足 何其自信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人生萬把 這就是所謂的蜜蜜 那言下頓悟不搖失手 其實就是我們迴觀反照 原來我們這念心 我們導師常告訴我們 一念無心妙趣 無心就是無有心無無心 一下子反照這念心 原來我們就蜜蜜這念心 這個是沒有道理可說的 不是用什麼道理沒有 最直接咬蜜的 你看佛 碾花 試見佛心的時候 佳瑟尊者 你看 他也是破言為笑 馬上就是相運道了 也就是佛在顯示這個 很自然 它的作用 我們佛心很自然的作用 在相運道的時候 那個佳瑟尊者呢 也沒有說一句話 你看 這兩個都是顯現出來這個佛心 它自然的顯 自生自顯的作用 也就是體用蜜蜜 所以古德說的 說是以物去不中 這前面後面會說明到了 也是環染蜜所講的 他所誤的就是不弱心意識 言下能夠直下慰奇 也就是心言相靈明之相 離一切相待能所相對待的 不需要透過這文字來解釋 直下能夠體會到我們這無助真心 我們這一念本來就是清靜 本是清靜的 具體應用具體體用不奧的 這個部分我們再回歸到 達摩祖師傳法的時候 達摩祖師 叫弟子把他的 悟道的心得說出來 道父啊就說了 如我所見 不知文字 不離文字 而為道用 達摩祖師說 如得我疲 換一個擬種詞 他就說了 我所諱解 如慶喜見阿俗疲伯 一見更不再見 達摩祖師就說了 如得無肉 也得了我的肉 那接下來換一個道義 道義說了 四大本空無雲非有 我所見 處來無一法可得 達摩祖師說 如得我的骨 那換作會口大師的時候 他走到達摩祖師前面 頂禮三拜 那之後他回到了座位了 達摩祖師說 如得我的誰 你看我們的博訓 簡單講就是他的體用 當下 既用既體 既體既用 不若心意志的 你眼下直接會起什麼 這件心 之後達摩祖師就把這個 把心法傳給了慧可大師 慧可大師成為我們 中國的第二代禪中的祖師 你看其他都有文字像 都借了文字 借了文字像 所以心還有存有法相 你看金剛經最後裡面講了 一切法因如是知 如是見 如是信解 不生法相 你看西伏地 所言法相者 如來說 既非法相 是明法相 這法相只是一個方便而已 在我們世間 有一個方便的作用 我們藉著這個法相 我們藉著達摩祖師的這個道理 也就是我們導師 藉著達摩祖師的這個教法 藉教悟中 藉著我們這個經教 來悟取我們每一個人本際的真如本性 這個一個都是一個方便方法 我們不能執著在法上 如果還有這個法相的時候 那就是還有 政治還沒有直下會期 也就是 我們導師常常講說 到最後就是一個末後季 末後季就直下會期 末後季就是什麼 直下交回直線 沒有其他的道理 直下 所以說當下就是我們這件清靜性的作用 其實這個就是他寒藏的密 就是他說 如若反照 密在如邊 我們反照 我們叫千千如明百百 這個就是他的 就是他沒有顯現出來作用 他寒藏了一切智慧等人 所以說如若反照 密在如邊 這都在我們身心上起作用 所以古德告訴我們 我們日用熬不知 所以這個悟 就是這個悟 這個起空級 瞭解 我們六根 但是我們六根接觸 六成的時候 寒寒非明 一切都是他的作用 原來 我們每天都是 作用 我們日用熬不知 所以說不帶合照 不是做了一個記字嗎 夜夜報佛明 曹操曹 環共起 起作正相隨啊 以莫同其子 絲毫不相離 如形隱相是 那意識佛祭出來 指這陰生是 你看我們聽得清清楚 正雲寒非明明白白 當下 當初身體 當初滅去 當下 會起 空熬熬熬熬 anal 空的這個 滑知 性 ING 在如邊 也就是 我們不生不滅的這個 本體 體用不遼 很自然的 作用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日用熬不知 ING 在如邊 我們日用啊 不是每天都在用它 所以藉著這個道理 我們可以反照我們 其實我們每天作用的 所有一切的 你看 為什麼講說我們道在什麼 日常生活之中 包括挑財啦 在燒飯啦 吃飯啦 喝水 其實都是沒有離開這個道 我們就了解這個道了 所以說 只是這陰生事 就聽見清清明明白白 認認空靈的節制性 不生不滅的體用 那是我們的本性 我們認識到我們本來的面目 這個時候 慧明就開悟啦 真正開悟啦 他說明曰 慧明雖在黃梅啊 時未醒自己面目啊 今蒙子事如人云水能暖自知 今行者即慧明師也啦 那慧明比丘呢 開悟之後 他說 我雖然我在黃梅這邊修行那麼多年啊 但是未能了解自己的本來面目 那什麼是我們自己的本來面目 那現在呢 陳蒙老師你給我的指點 我終於悟到自己的本地風光啦 如人云水能暖自知 說不出來啊 祕在主邊啊 瞭解這個境界 但是沒有辦法說啦 只是能夠直下悟起 所以說以前啊 夾山 藏慧禪師開悟的時候啊 他就做那個句子 明明無物把 物把卻迷人 藏出兩腳臥 無為也無真啊 他直下悟起 不講文字 不講師所 直下承擔 所以慧明呢 比丘他接著跟著主道師說呢 今行者即是慧明師啊 就你以後就是我的老師啦 以後你就是我的師父啦 那能曰 如若如事 我以如同師方面 善自護詞 六祖道師很謙虛啦 對慧明比較多啦 不是 不是 我今天能夠開悟 是你過去做到這五祖分寧道師的教導啊 以及你自己長久以來的努力用功的修行的結果啦 我今天只是一個法言而已啊 讓你開悟的這個 依今天這個法言 讓你能夠開悟 我跟你都是同一個黃梅的師兄弟啦 算是我們兩個是師兄弟一樣 都是同一個老師啦 善自護詞啊 你現在可以好好的 護持這念真心啊 善自護念 就叫我們 悟後啟修啦 要實時能夠保持這念清淨心 不被外面境界所轉 詞就是能夠依持我們本人的面目 依持本人的面目就是 心經講的 不生不滅 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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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本來面目 不要讓他迷失啦 接著 明右問啦 慧明 今後何處 何 向蛇处去 能曰 逢猿 折子 欲蒙 折雞 這個時候慧明 就問了六祖大師啦 今後我應該往哪一個地方去才好呢 以後前面 你看 前面也就是問這個 也就是問六祖大師 以後他的法源在哪裡啊 也就是六祖大師說了 那個逢元則子 這個元其實就是 江西省 江西省一城市的這個元周府啦 就六祖大師告訴他啦 你到江西省這個元周府這個地方啊 你就停住啦 你就歇腳啦 等到基元成熟的時候 一蒙則姬啊 就是你在這個元周的蒙山定姬下來啦 那慧民比丘聽到六祖大師之後 這樣子指示之後 到了這個元周蒙山姬住了 在這裡遇到了一位秀才鬼啊 由於他 生前沒有修行悟道啊 對 以後 輪為這個鬼啊 所以這個 秀才鬼啊 這個秀才鬼做了一首詩啊 這個一首詩叫 吉吉吉以荒交夢一場啊 古今成敗來 此糧啊 那 以下說 野草 蘇花 年多少 苦以風霜 及 斷腸 夜宇雲光 同入出啊 五更 經唱 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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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隱 行長啊 悔不當初 修心地啊 祭此 表三 累兩行啊 其實這首詩啊 主要就是 奉勸我們自然啊 我們趁著現在做人 在人道做人的時候 要趕緊修行 就是欠 我們講說 欠自宜 你要在比丘 要在慧民比丘 就是為那個秀才說法啦 幫他超渡啦 像我們現在的法會做完也是一樣 像是做放蒙山一樣 放蒙山就是入鬼的意思 所以入鬼 所以慧民比丘就是他明禮詞 他慈勤的六祖大師 他慈勤六祖大師之後 底下說 明迴至領下 未趁眾曰 向字摧迴 那意無蹤跡 當別道尋之 趁眾賢以為然 就是慧民比丘 慈勤六祖大師之後 他回到了這個山頂下 遇到了這個奪一波的那一些人 他就跟他們講啊 前面是一個小山丘啦 因為他跑最快嘛 後面還有幾百個人在跟著後面嘛 這個時候呢 他因為一道六祖大師之後 這樣這個之後 他就看到後面來 已經追過來了 他就講啊 前面是個小山丘 我剛剛從上面那邊下來啦 但是我找不到那個葛寮啦 我找不到他啦 我已經找過啦 年不用再找啦 眾人信以為真啦 所以就沒有繼續再往前去找六祖大師 他們就往別的地方去找啦 其實當時候六祖大師還在那個地方啊 慧民比丘就是為了方便的妄語 為了這個幫助六祖大師啊 躲過雲暗 所以慧民後來就改名為道民 主要是他迴避這個慧能的大師的這個 因為有一個慧嘛 一個慧能一個慧民 所以說他改名為道民 他不用這個慧民 我們再看底下 我們看這個 總葉書237月 這個底下第三行 第三行底下 能後至潮溪這裡 我們看底下 能後至潮溪 又被惡人巡足 乃至四會獻避難獵人最終 凡經一十五載 只以獵人隨依說法 獵人常定所往 每見生命盡放之 每日半時以菜祭煮肉鍋 過問 折對約 但吃肉鞭菜 這個六祖大師 後來到了七江 七江的這個潮溪啊 又被那個 那一群惡人追趕了 一直到了四會縣這個地方 他就在躲在獵人隊裡面 這樣他經過了十五年 這十五年 他遇到機會 就經常為這個獵人隨機 為他們說法 那這些獵人 看到六祖大師 一個糾情人 又常常為人說法 不忍心他做打獵的這個 出門的工作 叫他是守網 我們看到那個網 以前那個網 都是鳥啦 鳥類啦 他背過去的時候被網住了 叫他做守網的工作 當六祖大師守網的時候 每看到一個動物被那個網住了 還活著的時候 他就把牠抓起來 把牠放 放掉 那死的時候啊 這個死了就帶回一家吃飯的時候 他總是在吃飯的時候啊 是吃肉鞭菜 我們講說這個 總是在這個蔬菜基礎 這個鍋肉中啊 所以說就是隨俗啦 我們講說 入境隨俗啦 隨緣吃這個肉鞭菜 所以現在的這個肉鞭菜 我們講吃素有時候不方便啦 我們吃肉鞭菜 其實也是從這邊來的 有時候我們在工作的不方便啊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吃肉鞭菜 所以當時候都知道說 只是隨緣方便 因為環境的關係啊 吃肉鞭菜 情非得已啊 我們現在有時候 方便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 不是說我們很喜歡吃那個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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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那個肉那個炒出來 那個菜的味道 是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吃 有時候吃素的時候 可以吃肉鞭菜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肉鞭菜是從這邊來的 我們再看底下 這個 一日思為 時當紅靶 不可 中頓 遂出自廣州靶縣市 指 印中靶師蔣葉盤君 時有風吹翻動 一身圓 風動一身圓翻動 一論不已 能定約 不是翻動 不是風頓 忍者心動 一時赫然 亥然 六祖大師 在這個獵人隊中啊 一躲了躲了這個十五年 時間那麼長啊 他因緣也 他講說這個因緣已經 那麼多時間 已經那麼長時間 他這樣也不是辦法 他說這因緣也差不多啦 應該出來 來紅靶啦 不能一直躲在 這個深山裡啦 所以他就躲出來 到了 廣州的靶縣市 當時這個靶縣市啊 也是現在的光孝市 那時候 恰好遇到印中靶師啊 正在講捏盤金啊 這個捏盤金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什麼 譚無錫所印的這個 四十本的大波捏盤金 這個大波捏盤金 也稱為別本的這個捏盤金 後來傳到了南方 當時候有的會員會官兩位這個法師啊 和幾位基士同時整理出來三十六本的這個捏盤金 後來會稱為南本的捏盤金 其實這個內容 它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 只是 就是章節啊 重新翻開而已 整理 這個 重新整理 翻開而已 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 捏盤金是 佛入滅之前所說的 是一部大聖了欲的經典 現在我們的導師 我們的 袁老師在 禮拜二 晚上 七點半 在三樓都是 講這個大波捏盤金 一講了四年多了 將近五年了 一講到六百多月而已 你看這個大聖 這次 說明這個 我們 法身 我們就是這個 法身的不身不滅 我們的博信講得最清楚 大波捏盤金 法身不滅 我們博信是常駐的 所以當時六祖大師 到了法信寺的時候 剛好 印宗法師在講這一部 捏盤金 我們簡單把這個印宗法師 也簡單的做個介紹一下 印宗法師他 俗信是姓印 他是江蘇省 胡錫這個地方的人 他出 他出家的時候 專員這個列盤金 在唐高中的時候 他就很有名氣了 所以到了唐高中的 那個 那個 唐高中的 玄峰圓圓的時候 他到了 京城 也就是 北京城 那個時候 唐高中對他就 非常的敬仰 並供養他一所誓宴 大敬愛寺 這誓宴的名稱叫大敬愛寺 那唐高中希望他能夠 住在這個北京城 可是呢 靜忠法師啊 他自己覺得 還沒有明信見信 所以他必須要繼續參學 所以他很謙虛的 沒有接受這個 皇帝的 賜給他的這個試驗 所以 就到了這個 齊州 黃北這個地方 親近 宏忍大師 後來 隨著紀元 又到了 廣州 法信寺 住持 這個 在這裡住持 所以 他就在這個地方 一直到了 一直都在弘揚川 涅槃圈 你看他 六指大師 其實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還在講涅槃圈 後來他遇到六指大師啦 才是真正的開悟 孕忠大師 在 常全中 先年 兩年的時候 也就是在 六指大師 元級之後的第二年 他也是元級啦 他的 享年 四周是 八十七歲 所以有這一段的因言 所以古德說 如果當時沒有六指大師 簽下之心 也沒有 這個 印宗大師 或許啊 我們講說他們說不定是 過去生的同修道友啦 也說不定 對不對 所以印宗大師在 五十九歲的時候啊 他是弘揚大波涅槃圈 所以 他講了 多年的這個 涅槃圈 你看 講了很多年 所以大家都稱為老法師 那個時候 已經 已經 相當的 有名望啦 你看 連這個 黃帝啊 都要賜給他 大 大盡 大盡愛事啊 他都辭辭了 他都辭辭了 可是 他很謙虛啊 然後 然後 他見了六祖大師之後 他知道 六祖大師 他是五祖逢人的這個傳人啊 立即 給六祖大師行貴拜禮啊 同時跟六祖大師 深壇佛法 他覺得一壇的時候 兩個 這樣子兩個深壇的時候 覺得六祖大師不得了啊 並請這個六祖大師啊 做他的師父 他同時 也幫助六祖大師 氣度 所以六祖大師也一夜成名了 所以 因為就 因為這個 印宗大師 他本來就是 裡面 事業裡面很多圖 這個圖地啊 所以大家一看到 印宗大師 對 他的師父 都稱六祖大師為師父啦 所以就這樣子 大家 就如同這樣 他整個 這多年來的這個 這樣子 就獻給了這個六祖大師 因為他師父 你看他 他師父 在事業裡面 這個圖地 就看到 六祖大師 不是 看到他的那個 印宗大師 他的師父 稱六祖大師為師父啦 所以 大家 你看 才能 讓 你看這樣子 繼續下來 你看才能夠讓 六祖大會能大師 在南方 廣洪這個佛法 所以 今天六祖大師 是能夠把這個傳宗傳下來的 可以說是 印宗大師啊 他的功勞 功不可夢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 印宗大師早年就在這邊 弘揚涅槃軍 遇到了六祖大師 同時六祖大師 一夜之間 能夠 成名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姻緣啊 兩位的姻緣都是 所以這兩位大師 其實都是 不是普通人 他們都是非常謙虛啊 所以涅槃軍所講的就是講 一切重鎮都有佛訓 一產體也可以成佛 你看 身功說法 你看身功說法 完食剪頭 當時候 大家認為這個身功 要嚴厚重 怎麼可能 你看到涅槃軍的時候 就講了一產體也可以成佛 好 就這樣這個 這個時候呢 時有風吹翻動 一身緣 風動一身緣翻動 議論不一樣 人禁曰 不是風動不是翻動 人者心動 一眾賀然 當六祖大師 到了法信 試著這個時候 剛好運宗大師 蔣烈槃軍 竟然有 吹了一字 因為當初的時候 沒有像現在 可以用文字打出來 用那個 他以前沒有那個 就是用那個斑 要講軍的時候 就升那個斑 斑就升到那個 那風吹的時候 大家就一看到 今天是要講 師父要講軍 不是像現在這個媒體廣告 有媒體網路宣傳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我在的時候都是 蓋照 試驗都在蓋照這個山上 所以當時候試驗 有這個 保釣獎金的時候 那個旗啊 就掛上去 讓山下的圖眾 一看 還知道這個 這個試驗晚上 會有獎金 所以這些圖 會在一起 站上來聽 經文法 因為那天 這個試驗裡面 講這個 涅槃軍啊 所以說這個 這法訓士 就 升起了這個 把班升起來 這個時候 剛好風 一陣吹過來 這個時候 風 翻起在 被風穿了 就飄揚了 所以有一位 一位出家人 就說 這是風動 這個是翻動 不是風動 一個出家人 就執著這個 不是風動 是翻動 你看 翻動 風看不到 怎麼可以說 是這個風動呢 對不對 兩人就這樣 爭論不休啦 那六土道師 看到他們兩位 在爭論的時候 六土道師說 不是風動 也不是翻動 是忍者 你們忍者心動 其實這個很重要 我們說 心生種種把生 心滅種種把滅 其實 我們以為外面有境界 在干擾我們 其實 是我們心 是攀岩外面的境界 以前 早期的時候 在二十幾年 二三十年的時候 聽到那個 日常寶師 日常寶師 在弘陽 在廣論 聽到廣論 他說 不是 你去 不是 不是人家在干擾你 是你去 去干擾別人 想一想 那時候想 原來 一句話 驚醒這個夢中的人 其實就我們 靜坐的時候 你看我們靜坐的時候 外面的境界 這樣子 好吵好吵 對不對 我們總是認為這個外面境界 是 是外面境界 來干擾我們 其實是我們的 視心 我們心 安住不下來 我們視心是攀岩外面的沉浸 喔 你就發現到 原來 搬動也好 風動也好 其實都是我們 在佛法告訴我們 不是外面的境界 在動 是外面境界 是虛幻的 它不是 不實的 外面境界 是我們 原起 和和的假象而已 我們講 原起 因緣有自信空 沒有一個是實體的 我們眼前所見的 這一切境界 只不過是 金剛經所講的三星 過去星 現在星 未來星的三星連續象而已 所以我們看了 一切時間 所有的現象 只似乎一個 合和的 因緣合和的 假象而已 三種講 當處生起 當處滅去 所以金剛經講的 三星不可得 過去星不可得 現在星不可得 未來星不可得 過去的 星不可得 是我們 我們為氏 為氏 為氏學所講的 我們 壯士 這一秒鐘有四壇子 一壇子 有六十個刹那 一個刹那 有九百個生命 就是我們 一秒鐘 就有二十一萬六十千次的 刹那刹那 不斷的 相距像 的生命 開合而已 所以說 我們現在所看的 一切境界 也只不過是 二十一萬六千次的 開合的假象 這個我們就在 南就南在這個地方 這是從 為氏來講 是告訴我們這個 從我們這個信中來講 是怎麼 像 你看 信中來講 就是什麼 是我們 是幻 是像夢幻 不是只有的 是像 這個夢境境界一樣 像 像 有十五 雖 有 如幻 讓你攀岩外面進去 是認為是真的的時候 當然就有這個真子了 一個是真子 真子翻 一個真子是風 因為你翻動 不是風動 風看不到 風 你怎麼看到風呢 風有看到樹葉 在動的時候 我們才看到 哎呦這個風 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樹葉的時候 有時候 你被風吹了 哎這個 這樣子 感受到 才知道這是風動 一般來講 我們感受不到 所以說我們把這個 一秒鐘 有二十一萬六千次的開合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真的 物理是真的 所以產生了種種的煩惱原因 就這樣 所以像電影一樣 電影的焦點 它是不動的 只是在 一秒鐘 有二十四次的開合香氣象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 動向 所以為什麼一直在 大正經典 一直在用這個來說明 有一個香 點了一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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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一點 快速的現象 這樣快 你看好像一個錢錢一樣 我們把它當作 有這個現象把它當作真的 到了這個八地 菩薩人看到到 八地的道不動地 心靜下來就看到這個實相道理 建造的真實現象 所以在這個 蜜露菩薩 你看 在蜜露菩薩來講 它那個蜜露內 那個那個 那個經裡面所講的 那是有三十套 一坦子有三十套一百千念 念念成行 你看這個念 就是微信念 不可執著 那裡面不只是 二十一萬六千次 二十一萬六千次 只不過是一個方便說而已 所以我們從這裡 我們斑鋪我們這個 依聖元亮 我們可以了解到 現象境界 原來就是 刹那刹那不斷的相細 的連續相而已 不是真的 我們把它 吸收起來執著了這個相 其實這個相 它是還這樣換相 所以說一個 攀岩執著是風 風洞 另一個是攀岩什麼 攀岩執著的搬洞 所以它們都是 執著新的攀岩像 只不過是 岩啟所生的 岩啟把 岩啟當下就是信空 所以我們從這裡了解是 岩啟是信空的時候 原來我們心是攀岩外面的境界 當我們心親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切法 那本至親近幾面相 都是我們主要的 照廟成如信 攀岩境界了 把相當作只有的 好就有這個真子 所以說 只不過是陰岩的假相 信空 它是信空的 只是簡單講這翻動也好 風洞也好 它只是一個現象 引起的假相 所以佛陀講經十十九年來 就叫我們物實相 因為宇宙萬拔 它本來是空極的 本是親近幾面相 實相 就是有的 但是有的 真是有的 我們稱為真空妙遊 我們把它當作真的 所以佛所說的 張藏上所說的一切經典 都是從真地跟俗地來說的 真地 俗地來講是援起信空 從真地來講是信空援起 所以信空援起 援起信空 它是真俗 其實真俗是不好的 所以說佛講了 山上招部 其實叫我們物實相熬矣 叫我們破迷開悟 因為我們的這念心本來是祭族的 它本來是祭族的 所以這兩位出家人 他不了解事實真相 他說一個是攀岩蜂洞 一個心是攀岩蜂洞 所以佛祖大師告訴他們 不是蜂洞 不是蜂洞 是人者心洞 而這個時候呢 一眾亥然 就是原來啊 這個 從山上來的這個人 既然有那麼 有那麼高的軍艦 這個時候就大家就 哇 非常的驚訝不已啊 一眾亥然 接下來我們在看底下 這個237的道主第四行底下 一眾亥然之上席 真傑傲義 見能緣 簡裡當 不有文字 忠云 行者定悲常人 久聞黃梅 依法難來 莫是行者 行者佛能焉不敢 忠於是職地職旅 告請傳來一波四出大眾 忠婦問曰 黃梅附屬如何受子能曰 受子既無 唯論見信 不論禪定卸托 忠曰 和不論禪定卸托 未曰 世衛傲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佛奧子法 忠祐問 如果是佛法佛奧子法 能曰 法師講 涅槃經 今明見佛信 是佛法佛奧子法 如涅槃經 高貴德王菩薩 白佛言 犯四眾敬坐 五逆最極一團體等 單斷善根佛信佛 佛言 善根有傲 一者常 傲者無常 佛信非常非無常 世故不斷 名為不傲 一者善 傲者不善 佛信非善非不善 是名不傲 運之以戒 凡不見傲 智者了達其信不傲 無傲之信 既是佛信 接下來這 運宗 運宗法 就聽到六祖大師所說的這個道理之後 大家都非常的驚訝 他想 這個人非 這些筆尋常不是普通人 於是就把六祖大師引請到上座 並且向六祖大師求佛法的深奧的毅禮 爭絕就是互相深入探討 那個時候啊 運宗法師啊 還不曉得他 就是從五祖分大師走法這個 這個六祖大師 但是他們在 互相討論這個問題之後啊 那運宗大師他 聽他所講的 都是從這個親近親自然流露 流露出來的很自然 而是能夠誰問誰答 對不對 然後這個回答的時候是 義檢 顏檢 義該啊 義禮非常的恰當 而且所講的 都不是 這個 不是隱經俱簡啊 依文解義啊 能夠 而且能夠當刀直入的 直指人心啊 終於呢 人 行者定悲常人 你這個行者就是戴法修行 這個行者 因為他那時候還是基士嘛 這個行者啊 你的修行人啊 這個行者 那運宗大師說 你這個修行人不是一般普通人啊 我很久以前啊 我很久以前啊 就聽說啦 黃梅五主 黃梅五主 紅人大師 伊波已經傳到這個南方了 那敢問大師 莫非你就是五主紅人大師 這個 依法的傳人啊 那慧仁大師非常謙虛他說 不敢當不敢當 其實啊 我們中國人講說不敢當其實就謙虛啊 不敢不敢就是默認 承認 這個時候 印宗大師就像劉主大師行貴拜禮 你看 一個是說法的大法師 就講烈凡金的大法師 一個是 還是戴法出家 還是這個機事啊 還沒有出家啊 你看 印宗大師他是出家的師父啊 對不對 私家師父能對在家行這個大禮啊 有此我們就可以了解了 印宗大師內心謙下 對法的一個尊重 卑鄙尋常 你看 真正的得到的高僧啊 他們都是內心謙下的 你看 他不會說 我已經出家了 我講這個烈凡金已經講了多久的時間 在這個試驗 你看 多少的弟子 那明明一個只有戴法出家的 還在在家機事的一個機事而已啊 你看 他能夠這個內心謙下 不容易啊 這對法的尊重啊 卑鄙尋常啊 所以說他 印宗法師他行貴拜禮 並請六祖大師啊 將五祖恒忍大師的一波法器啊 希望他能夠拿出來 讓大家三禮拜 接著印宗大師啊 又問六祖大師啊 黃梅 紅祖恒忍大師那邊 附屬衣法的時候啊 是如何指示傳授的呢 也就是問 黃忍大師呢 心地法門是如何授子的啦 所以這個附屬是指這一波 以及心 以心傳心這個法 這個受子是指禪宗的教導的方法 意思就是說 你在黃梅 承受五祖一法的時候 除了傳著一波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法傳給你啦 這個就是如金剛軍 在佛在蘭登坡的時候 如果他有法 在蘭登坡有法傳給的時候 蘭登坡就不以受祭了 號釋迦牟尼佛 內涵是一樣的 內涵是一樣的 他說 除了這一波之外 還有沒有傳什麼法給你呢 能曰 受子俱無 慧仁大師說 黃梅 受子沒有什麼佛法可傳 也就是說禪宗並沒有什麼透渡的方法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說 前面就是自古伯伯 前面我們講自古伯伯為傳本體 思思密布本心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自信本來祭祖啊 如來智慧得相 一切每個人都是祭祖啦 為什麼我們不能顯得 因為我們有身見 所以我們的毛病我們要知道 我們學習佛法 我們一定要了解 我們現在目前的毛病在哪裡 把我們的母 我們目前的毛病在習近 轉過來就好了 所以因為我們有身見啊 所以說我們有貪、生、痴、慢、疑 這個妄想、分別、執著 所以我們不能證得 重點就是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就是主大師說了 指授、技無啊 唯論、見、信、不論禪定、謝托啦 你看我們修情 我們如果說不了解心法的時候 我們要修定 禪定 所以禪定其實也就是幫助我們開悟見訓 而不是在禪定裡面 禪定的功夫有多深多淺 不是 依我們禪定 因為我們心在亂 依禪定能夠了解我們的這個本來實相道理 經常告訴我們實相道理 這是我們本來記住的 所以說 唯論見信 不論禪定、謝托啦 見信簡單講就是見到諸法實相 見到是怎麼 你眼前的實實真相就是 是怎麼 它是絕代的 沒有能所的 見到諸法的實實真相 我們一直熏熏熏熏到現在 我們會略略的感受到 原來實相在眼前 所以說見信是怎麼 見信就導致 夢醒了 瞭解空信了 瞭解是空的 我知道我這個身體 所以我這個身體 身體是我們的夜暴聲 但是我們心清靜的時候 那這個夜暴聲 它就可以轉化為硬化 所以我們這一念 清清楚明白白的 這一念空靈靈空的 這一念絕之性 我們要了解 它本來就是我們 每個人的本來 我們現在先 心法就先叫你先悟這個 也就是佛陀 開宗民意的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這個就是我們講 把界唯是獨尊 除了這個之外沒有 當下我們體會到這個道理 那就是誤後之後的誤後啟修 就是起觀照 知道的時候 有人能鎖了 有相對能鎖了 心 有心是波動了 對 觀照放下來 慢慢把我們習氣轉 相對能鎖慢慢淡化 把我們結在這個節制性 慢慢恢復了恢復了 就是我們修情就恢復本來而已 就是唯我獨尊 就是我們的如來葬 妙我真如性 我們真正的真性 那個才是我們的本來 那個真性 它是空極的 它是極躁之性 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像禁止一樣 極躁不熬 極躁常躁 躁躁常躁 讓我們的 當我們心輕盡不再攀岩的時候 那跟神接觸就寥寥分明 一切通達一切明白 一切通達一切明白 那 我們有了我之法之辣 那就變成我們的夜視 所以我們眾生是尋夜八線 是我們的夜視所顯現出來的幻象 所以外面境界是我們的夜視 是由於我們借著四大假象 由於我們的夜視 借著我們的眼老鼻舌生意 這樣子顯現出來的現象 境界 加上我們的種子曲線型 線型群種子 插那插那生滅香氣 把我們本來空極的這個境界 成了這個生滅香氣的現象 所以現在 其實現在外面境界 它是空極的 貶至清淨極滅相 心念止息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境界了 外面境界是內心的夜視相細相 像豪宜 就是像電影一樣 那電影的 是 投射的那個燈光 有了這個焦點的 一秒鐘 二十四次的這樣開合 這樣 看到就變成 的現象 以為是真的 一樣的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外面境界 看到是真的 就是我們夜視 所幻見變成的境界而已 我們不斷的在了解這個實相道理 之後 我們對這個境界 慢慢慢慢慢慢 了解實相 煩惱就少了很多 可以說少了很多 我們有時候 去體會到我們 同樣的一個家庭 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家庭 我們講說 家家都一樣 所有難面的經 對不對 你看我們一個家庭 好了 同是一個家庭 你看一個家庭裡面 父母是同一個 對不對 現在 有了這個 三四個小孩 那每 父母是同一個 環境也是同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所 到最後這個家庭 三四個的這個 這個小孩子 每一個人都是什麼 都不一樣 對 你看有的小孩子過得很快樂 有的小孩子過得很難過 對不對 很苦 其實 是不是都一個環境 都一個父母 所以有些人 變成非常快樂 有些人變成非常痛苦 所以這個 孟主才會想 信相近 习相遠 其實 信是相同的 习氣不一樣而已 問題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习氣上 從這裡我們就 原來 文修行佛法 就是把我們 不該有的习氣 把 通通 放下來就好了 如果我們把 一切境界 了解一些境界 都是自己的心 除了這之外 沒有啦 所以經常會講 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境界是空局的 因為我們 它 一切現象 它沒有一個實體的 所以心中講 相有實無 雖有如患 是我們自己 心建立出來的 同樣 同樣這個境界 同樣這個環境 有的是快樂 有的是痛苦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心 建立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這個是真相 為事講 世外無盡 萬法為事 所以我們從性中上來講也好 從這個為事中來講也好 從這個為事中來講也好 你了解的是真相的時候 你自然就放下來了 知道是境界是空局的 它沒有實體的 之後 之後 我們今天到境界了 原來 都是我們心 總共放下來 我們就 相應到這個 患法本質清淨幾面相 就越來越清楚 製造之後 製造之後 製造不可得 都是從空性裡面 都是境界 不是只有的 都是我們 他沒有的就是一個空性的 奧義 不再攀岩了 心就自然就清淨了 心清淨自然 心就定了 所以法華軍講說 一切法從本以來 本質清淨幾面相 現在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 是我們感覺 境界是不幾面 是因為我們的心 不幾面 是我們的心 經驗不能止息 外面的境界 不斷被境界牽動了 你看我們講說 這個 像我們這個 小時候的時候 小時候的時候 你看 以前小時候 老家是坐在台中 我主婦會 帶我去台中市那邊坐 那坐巴士的時候 看到那個境界小的時候 看到外面境界 一直在動 一直在動 其實手指在動 在元捷徑 我們會說明到這個 元捷徑也有這個 這個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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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經文 船在動 不是外面境界在動 你要 那個外面境界不動 那船 情子 還有外面境界就不動 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所以說 其實我們也一樣 我們心在動 心是動 不極滅 所以靜 靜太中修行 幫助我們去體會這個道理 看到境界 靜也不自動 所以龍珠菩薩說 因言所生法 我說 什麼 其實是空 因言所生 它是空性的 那 為什麼有呢 一名為假名 那你知道是假名的時候 不再攀岩了 那假名當下就轉為是中道 一名中道義 因言所生法 我說 我所計是空 一名為假名 意是中道義 所以中道 怎麼達到中道義 不再攀岩外面境界 離一切相 心放下來了 那相 雖然是希望的 但是你知道 在相它轉成的 就是一個剝弱的智慧 所以一切外面境界 其實都是中道實相 離空離有 那像 那一切派的他說 因言所生的東西啊 它是因為有偏激直 有了執著才有的 那 當然我們了解這 真正了解空心之後 內心不再執著了 內心慢慢放下來了 內心的真摯到最後 萬元放下了以後 那就了解 我們自心本質 親近即滅相 從這個道理 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 就是我們 現在我們不知道 把它當作真的 所以這個道理 我們要不斷的熏 不斷的熏 常常這樣熏 所以藉著了域的經典 不斷的熏 熏 熏久了 佛法所講的 空的這個道理 我們就越來越親自了 自然就懂了 所以說 我們導師說 佛法是講我們 空的哲理啊 空啊 那真正空的哲理 到最後呢 你在對著空的道理 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 心 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親近 你就將運到實相的道理了 這是幫助我們了解 借教物中了解 本來就親近即滅相 所以 讓我們了解是這樣之後呢 我們修行就不會用 這個 用壓的方式 用壓就很辛苦啦 進去來 我們強壓的 很辛苦啦 所以說 有的修行是什麼 好啦 我 眼不見為近 其實這個是 被不得已啦 我們煩惱 扶不住完才要這樣子 真正的了解是夢啦 好啦 你就自然就放下來了 就不需要再強壓的 強壓的 強壓起來很辛苦啦 因為強壓 壓到最後壓不住了 對不對 那最後就火燒功德靈了 那了解實相一個好處是什麼 一方便我們用 靜坐用 稍微用壓一下 反而很 很 不斷冒出來嘛 用靜坐 慢慢慢慢稍微 把心沈澱下來 再來 再來呢 加上我們這個 了解 這個 這實相道理 對不對 那實相道理就是什麼 疏 疏倒啦 疏倒啦 像大雨治水的時候 他用疏倒的 對不對 那以前是用壓 用堵了 堵不住的 那現在用疏倒了 你看現在 西洋變化 我看那個電視媒體報導 哇 那大陸 那個長江大壩 哇 幾幾可危啊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啊 我們 我們所算的這一種的這個 就是以常理來算的 那現在氣候變遷了 哇 你看大陸 哇 這好幾個省都是水災啊 從那個大壩建立之後 好像 每年幾乎都是 大陸都看到那個水災 因為它本來是 自然的一個環境啊 自然的它的 你看 那海水 對啦 這個 這個它的一個 它這日照這樣的 蒸氣這樣 它自然的循環啊 那我們把這個 本來自然的東西 用我們人工化啦 那會造成一些的麻煩 就這個道理 我們看看 慢慢看到 北極對不對 那北極 南極 南極的地方 38度啊 你看它不爆那個 38度 這就是我們人啊 不斷的在 不斷的開發 沒有止境啊 因為異界眾生沒有辦法 異界吧 我們這個地球還不夠啊 還要 還要 還要這 到太空去啊 對不對 我們人了 就是人了 人的慾望無窮啊 無窮 慾望無窮 帶給我們 無窮的災難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一看 慢慢看 你就知道 每一年每一年的這個氣候 現在外面氣候真的是熱死 很熱 其實這個慢慢可以訓練 慢慢可以訓練 以前啊 這個道理啊 我簡單講 我現在 我目前家裡沒有專冷氣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我內人啊 以前 以前我在公司的時候 都開冷氣 房間裡面對不對 都放冷氣啊 慢慢會適應的啊 久了久了就適應了 因為那一天 我內人他不喜歡 吹冷氣啊 他常講 心盡自然涼 喔 我說功夫那麼好 我沒有辦法 心盡自然涼 就慢慢訓練慢慢訓練 慢慢 在公司裡面 欸 可以 這樣子 但是 大家裡 自然就慢慢適應了 現在適應到現在 不需要開冷氣啊 會適應的 會適應的 但是你到別的地方 我覺得很熱 對不對 以前到公司 現在有公司 交給以前的那個 那些主管他們去經營啊 你看到公司就覺得很熱 要加一下 不會熱 那就習慣了 慢慢適應了 適應了之後 你就知道了 原來就是我們 習氣的問題啊 所以說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我們慢慢 萬把 維新造 慢慢懂得 把它慢慢改正過來 我們過去的這種 適應了 不好的 不良的習慣 慢慢把它改正過來 到之後真正的親近了 知道是萬把本空 那就不需要再禪定卸脫了 不需要了 那為什麼 禪定卸脫是奧法 因為不知道自己 自己是空局的 外面經濟也是一樣啊 虛幻不實啊 所以就沒有 就需要 不知道的時候就需要禪定卸脫了 如果這誤了 無厭本公六臣飛永 一切法 不可得 心本親近 他就不需要再禪定卸脫了 因為 他本來就是卸脫了 因為見信本來就卸脫了 了解是真相 就卸脫了 所以卸脫 以後在境界上 我們就不需要再壓了 在境界上不需要壓 我們就可以欣賞 對不對 那到哪裡去欣賞 一樣 就看電影一樣 我們知道是假的 所以我們就懂得欣賞 我們不需要再佔有 所以說當我們了解 誤了自信之後 了解一切境界是希望不實的時候 就像 知道是 雖有如患 如果把我們的 在把我們的 我保子都破了 那自然就清淨了 這自然清淨的時候 我們就感受到什麼 是心是佛 是心是法 是心是身 心就是道 道不離心 我們就知道了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了解到這個道理 所以 六祖大師 說了 唯論見信 不論禪定 卸托 因為見信之後 了解是真相之後 自然就卸托了 所以 如果不了解是真相 那就需要禪定 才能夠卸托 但是用壓著 那不能真正 活活活活活的 達到活活活活的 沒有辦法達到這樣 所以我們慢慢訓練慢慢訓練 墨學早期啊 進座禪定的時候 不想動 到外面動就很累 不想動 什麼都不想動 那就是偏到於 偏這個只有定 所以說 那個定跟會 後面我們會講到的 要定會等值啊 不能用壓著 不能用搶壓著 不能用搶壓著 就這樣 所以 唯事怎麼 了解啦 開悟啦 了解是真相 真的 徹底放下的 開悟見信 才真正都要解脫 所以說這一講 唯論 見信 不論禪定 解脫 好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們 先休息一個 這個 十分鐘 我們再說明底下的 各位道德 我們再繼續 我們再翻開 六祖禪經 底下總約數238月 我們 沒前 268月 從第一行 然後中約 中約 和不論禪定卸托 為曰 為是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 佛法是佛法之法 中約問 如是 如何是佛法佛法之法 能曰 法師 《法師講涅槍經》 《經民見博信》 《是佛法佛法之法》 如《涅槍經》 《高貴德王菩薩》 《白佛言》 《犯勢眾盡作武逆罪及遺產體》等 《當斷善根佛信佛》 《佛言》 《善根有傲》 《醫者常》 《傲者無常》 《佛信非常非無常》 《是故不斷》 《名為不傲》 《醫者善》 《傲者不善》 《佛信非善非不善》 《是名不傲》 《孕之以戒》 《凡不見傲》 《智者了達其信不傲》 《無不傲之信》 《無傲之信即是佛信》 前面我們說 這個 印宗 印宗大師啊 就是問六主 這個黃梅附屬如何受子 那慧能大師說 受子即無 唯論見信 見信其實我們這樣講 我們覺得好像見信好像是 哇好像很遠 其實見信簡單講 就是我們的導師講的 見信就是什麼 夢醒啊 那夢醒的時候 你在進去的時候知道是夢 對不對 夢還沒醒的時候 你看我們不斷地研究佛法 不斷地了解它的佛理 所以以前聽到晉空老法是說 我們所研究的這些道理 只不過在夢中之夢啊 為什麼 我們的一心經濟 那個實相經濟它本來就是你的心 知道的了解是你的心 體的體大相大用大而已 那你研究的這個經典 是不是用心意識啊 是啊 我們我們 我們學習這個 一切的這個知識學問其實都是用我們心意識啊 心意識是言不到我們的真如伯訊的 但是你的真如伯訊 你如果說用心意識去言的時候 越遠越遠 因為你本身所用的 它本來就是你的佛訊啊 回歸佛訊而已啊 所以說難 所以說難也是難 難是我們的習趣啊 所以說快意也是很容易啊 因為誤了一誤就記得啊 特別是這個地方啊 這個一個很小的這個轉捩點我們要知道 你知道的時候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你修行了幾乎 不會自己在折磨自己啊 很多地方你容易放下來 夢醒了就好了 外面經濟是假的 所以說我們講說我們今天 有那個能夠啊 有這個因緣很難得啊 我們修行 尤其修行這個禪宗心律方面 我們導師幫我們開出來這個 修行的這個方法 哇這個真的越學 你要越了 啊這很讚嘆 我們這個簡老師 對禪宗能夠讓我們能夠 直接了當的跟這個禪宗相應啊 不容易啊 所以這裡講啊 唯論見信 我們總是說 有什麼佛法啊 佛法是怎麼樣啊 哇要求什麼 他說唯論見信不論禪定解脫啦 如果說我們禪定解脫的時候 是心外法 因為你不悟本心的時候 那當然你需要用禪定解脫 雖然我們還沒有悟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禪定解脫來幫助我們 借教悟宗 悟了之後我們自然就放下來了 所以說這裡重點在這裡 他本來是解脫的啦 本來為什麼不能解脫 你是言啊 我們是心一樣有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看媒體很多報導對不對 你看 歌星隱星 他們結婚了沒有多久 到最後離婚啦 離婚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他 因為他在家裡的時候是什麼 很無聊 沒事的時候很無聊 因為他久了久了在外面表演嘛 總是要想要把贏得人家的這種戰散嘛 那自然傲然心靜下的時候覺得無聊 所以我們要學習什麼 學習懂得 能夠動中再靜 靜中的那個靜 就是動靜意圖 達到這樣 心往外攀岩的時候 久了久了 到你覺得沒事的時候在家裡你就覺得無聊了 一般我們的毛病有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在家裡 沒事的時候心能夠安定下來 有事的時候也不會那個 只是外面境界不會說 這個外面是怎麼樣 不會 能夠訓練到動靜意如啦 那就是見信 見信的時候 見信簡單講就是夢醒啦 我們導師跟我們指點夢醒啦 夢醒啦你就知道這戰就放下來了 所以底下說 那印宗大師記得說 那 中 中約 何不論咱定卸托 未約 是為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奧之法 印宗大師 因為在講涅槃軍嘛 一個是六祖大師他是悟本心嘛 一個是你看 為什麼 印宗大師說 為什麼不論禪定卸托呢 覺得很奇怪 因為從教上來講 有禪定有卸托 是奧 是這樣子來講 那入主大師說的 這個佛法是不奧之法 真正的佛法是不奧之法 奧法是相對待的法 佛法是沒有相對待的 相對待的 那就是 有跟無是相對待的 當然我們執著有了 我們眾生意界執著是有了 所以佛告訴我們空啊 有沒有 苦空無常無我 空啊 講空是對自我 對自我們 意界眾生執著有了 用這個把來 幫助我們放下來 沒有我們在有裡面 在有裡面都是苦啊 執著啦 著相啊 所以用空來對自 到最後你看 為什麼 到最後 後面是會說到啦 就是 我們眾生就是 執著有 所以說 才講到的 這個 苦空無常無我 對不對 兩個一個是執著有了 真常真我真樂 苦空無常無我 到最後 一個是 凡夫跟奧勝都執著啦 變成八道 後面就會說明到 凡夫、奧勝共執八道 那悟了真 悟了本性之後啦 就沒有啦 這兩邊都放下來了 只有我們這個 空靈靈空的 最念 絕之性 最念 絕之性 你了解的時候 外面進去是假的 那就夢醒啦 只有你一個絕之性 慢慢 我們 未醒 將醒未醒的時候 我們 欸 注意一臂之力啊 讓我們 真的 能夠 錯理放下來了 不再往外攀岩啦 外面境界 其實就是 你心所顯現出來 不再攀岩的時候 境界相 就是變成 轉成剝弱啦 所以就自己講啦 那是 那他問了 那個佛寶為什麼不是 那 為什麼不論禪定 削托 那 畏約 為是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奧之法 所以說 我們已經 真正到了 你要再講是 敬跟懶 懶跟敬 禪 跟削托其實都相對的 如果我們已經 正到了 洩脫的時候 我們還不能說 我已經真正正到 洩脫了 因為你本來就洩脫的 所以說 如果說 我已經洩脫了 那是還是被 洩脫所付 如果我們 我已經親近了 還是一樣 還不是真正 親近 那是還有 親近 跟染近 還有相對待的 那不是真正 親近 如果我已經親近了 那是被親近所 綁住了 所以當我們感覺到 這個 很親近的時候 後面亂就來了 覺得 今天好親近 後面沒有幾天 心就亂了 所以說 古德告訴我們 真正到了 將對能所沒有的時候 你也不能覺得說 已經沒有了 那就是古德講說 有心用道 無心處 無心不許有心知啊 也沒有親近 也沒有什麼 感覺 那個才是真正的親近 心安 也就是 山主 那個真正大師 在心心裡面 裡面所講的 一種平懷性 泯然熬自盡 所以 清安 雖然是清安 也沒有清安的 感覺 因為清安跟亂 又變成了奧法對立了 那常 那常 也沒有這個 因為常是不變化的 是我們本來的自信 它本來的 常嘛 所以心經講 以無所都 故菩提煞躲 所以內心不存有 不能存有一把 存有一把 那 那還不是真正的 這個 絕代的一心 如果內心 還存有任何一把 那一定是把子 把子未了 所以佛法 常講說 十幾里地 不利一把 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 身 身體好好的 我們自己 呼吸都很正常的 你不能說 我現在呼吸很正常 它本來就正常的 所以說 我們 瞭解這個道理之後 慢慢把 能力相對待的 慢慢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因為奧法是相對待的 心亂才能夠 要找到解脫 那心親近了 它本來親近 就不需要再解脫了 真正的解脫是 連解脫也不存在 所以說法來講 佛所的一切法 就是對我們的 眾生的執著哪一個方面 它破我們的這個執著而已 所以任元經講到最後 那是圓滿菩提是歸無所得 心經講 以無所得故 徹底了解事實真相 夢醒了 好啦 就放下來了 沒事啦 沒事 不是什麼事都沒有 事來應現 自然就顯現出來了 顯現完了就沒事了 內心也就是我們常講 做熬無做 無做熬 念熬無念 無念熬念 能夠達到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一定要 徹底了解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 事實真相 當我們了解事實真相的時候 誤也不需要啦 因為你了解了嘛 誤了嘛 不需要再提一個誤 我已經誤了 本來就是 知道是境界本來是空的 是夢境一樣 所以當我們夢境的時候 夢醒的時候 我們不要 我們不會說 哎呀那個夢 夢境不可怕不可怕 不需要啦 它本來就是夢 所以我們一定了解這個 這裡就告訴我們 從這相對之法 叫我們直加入 我們絕代一心 從這邊直接契入 契入一心 空也放下 油也放下 中道也不存 那當下 這就是我們直向境界 你看雖然 物有不需要的 那就是 你會感受到 原來 經上告訴我們的 什麼叫 法柱法位 世間向常柱 我們也很清楚啦 所以說 法柱法位 世間向常柱 那就是你 最起碼 我們要解 我們講會解 你要從會解時候 慢慢訓練 慢慢在立式練習 到真正相應的時候 從會解而正入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 都是在會解之中 都是會 理解這個道理 知道是空性的 知道是沒有奧法 是我們絕代一心的 這個就是會解 知道我們不再攀岩了 會就是空嘛 我們講剝肉就是什麼 就是 離相嘛 離相 我們講 關空離相 關空離相 反過來就是剝肉了嘛 空 空 或是什麼都沒有啊 是這種 空 空掉我們內心 那個執著 那個法項 那個東西空掉了 是這樣 那就入末後計 相應到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哇這個原來是這樣 金上求講的 是法住法衛 世間像常住 你也知道啦 我們現在世間 他還是住什麼 住真如體啊 法住是住了這個真如啦 他還是一樣的真如體啊 在天上 什麼果宴化縫蓮啊 他是法住法衛 哦 原來就知道 原來 前面講的 這個 何其之信 本之親近 本不生滅 本之基礎 本不動搖 能生萬法 我們越來會越相應的 所以佛法講說 禮記世照 我們也越來越清楚的 當然眾生世照啦 沒有辦法 夜視啦 沒有辦法 所以空掉我們的夜視啦 好 那當下就是見到實相啦 所以我們世間雖然是執著 對不對 把我們的夜視空掉啦 好 現象 他當下就是剝弱啦 就是實相境界 所以法住法衛 在世間向常住 我們越來就越清楚了 對於這實相道理 就越來越欺入啦 當越欺入的時候 有一天 你正在世間上 我們不會自然夠的時候 他自然就夢醒啦 開悟啦 所以說這個 禪宗啊 心地法門有這樣殊勝的 讓我們不斷勳擊 那有人那不一樣啊 總是有一個法 你執著了還用很多經典來比喻 哇這個比來比去比來比去 那很麻煩 自己找自己的麻煩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 從一門深入 從我們尤其我們這個禪經 六十大師是見信的 從我們這樣子 能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甚至 了解實相 誤了實相 誤後取求 那就 容易多啦 修情就容易多啦 所以說其實就是 了解實相的時候 原來 你就 相應到 像我們早上講 都是空氣的 看了都是空氣的 那是相應量啊 那是相應量啊 慢慢慢慢靠去慢慢靠去慢慢靠去 有一天我們也會相應的 一樣的 那眾生本來是佛 不需要說 一定要怎麼樣 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到五年級到醫生到 因為我們有 我們講說我們世間都有 有基歐班啊 基歐生啊 對不對 初中畢業也可以跳到大學 那是每個的因緣不一樣啊 但是這個人 不多啦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也是 了解的時候 我們本性是佛 自信是佛我們了解啦 我們從這邊可以直接 相應到這個道理 放下幻眼 慢慢回歸我們的自信 所以說 因為我們雖然是迷啊 把空訓的境界當作自由的 其實 他當下還是空訓的 所以金剛經講 住即是非住 住 也就是執著啦 執著 執著 執著我們執著的 他還是空的嘛 你執著他的體訓還是空的嘛 所以住即是非住 以後我們就知道執著了 原來是空的 放下來就好啦 這空的嘛 所以金剛經講很好啊 住即是非住 所以 因為他是空訓是望住亡語啊 不是真的是有真的東西 讓你去執著 沒有 知道是空極了 知道是 得也得不到 自然就放下來 放下就親近了 其實當下 放下來 當下十項現前 本來這境界就是中到十項 你看我們人啊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看 我們世間 你有嗜好啊 每個人都有嗜好啊 那現在的 我們以前那時候 現在這個年紀以前那時候 那時候對的生活環境 不同 和現在的小孩子的 生活環境的不同 你 未必啊 你現在喜歡的東西 你現在那個孫子啊 那小孩子 那小孩子 他未必是喜歡的啊 你看有時候出去外面 看到這個很可愛對不對 買回去給小孫子 有的機緣 幾個月見到一次拿給他 看起來都不會動心啊 不喜歡啦 我一看很喜歡 買給他 對不對 不喜歡 他說有啦 這不能貪玩 我說你很厲害 不能貪玩 每個人每個人的境界都不一樣 都喜歡 有人喜歡古董 有人喜歡 古董有這麼好啊 是好像垃圾一樣 對不對 每個人的境界都不一樣 那我們誤的時候啊 真正誤的時候 菩薩就可以在世間上 遊戲人間 就是能夠 算分別世間相 還是能夠以世間的分別 或分別 自己兩位分別 能夠達到這樣子的境界 那是我們要學習的 阿不是有如不動 不齊相 什麼都不動啦 我們在世間啊 我們 因為有時間 但是你已經夢醒了 不會再沉迷在夢中境界啦 所以慢慢 我們從這個現象裡面 可以在境界裡面 能夠立志練心 到這個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幫助我們真正的 那恢復了本來 那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不動 也不需要說如如不動 不齊相 當民主還有一個 如如不動 不齊相的時候 因為我們還在夢中 需要說 如如不動 不齊相 當夢醒的時候 就沒有啦 連連 如如不動 不齊相也沒有啦 因為 知道是夢了 就好啦 所以說 不論禪定 協託 唯論 見信 那 和不論禪定 借託 會是 奧法 佛法 不是佛法 所以佛法是什麼 佛法是什麼 佛奧之法 就是你的一心的體用 一心的體用 在大聖取信論講說 一心就是我們真如嘛 奧門就是真如門 顯現出這個真面門嘛 那就開出來這個三大 就是體大、向大、用大 體大 其實就是我們的 就是法真德嘛 向大就是剝弱德嘛 再從我們的 這個自信 我們的三德蜜藏來講 那用大就是卸托德嘛 所以佛法是佛奧之法 就是我們一心的體用 所以從我們這裡 我們可以誤到 原來 哦 這裡講的佛法是佛奧之法 我們的劣劣也能夠相應到 哦 原來佛法所講的 不是在對立奧法 對立奧法是我們的習氣 我們世間朋友的習氣 本來習氣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了解的時候 哦 原來是我們一心 我們就在世間來講 就是可以立誓練心 修足足不動開始 還沒有夢還沒醒的時候 修足足不動 到真正的不舉外勁的時候 欸 夢醒啦 那本來就不動 說明不被外勁講了 萬法黏不住啦 把貪嗔痴慢儀 這個轉過來 那就是元傑君所講的 貪嗔痴慢儀就轉成界定慧對不對 這個參稱之慢也好 接近慧也好 那都是通通都是佛法 在元傑經裡面講說 有四個層次 一個是未入地菩薩 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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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誤進元傑的時候 那是一個層次 未入地菩薩隨順元傑又一個層次 凡夫 還沒有 為凡夫隨順元傑的時候 那是有強烈的對峙 到未入地菩薩的時候 就稍微觀照就好了 到入地的時候那相運 到入地菩薩隨順元傑又相運 到了如來隨順的時候 就貪嗔痴皆定慧無好無別 第一天公不好進去 那是如來隨順了 那達到這樣子的時候 一切法都是佛法 第一天公不好進去 那在元傑經我們會說明 所以說金剛經 我們才想到了解說 啊原來金剛經所講的 一切法都是佛法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有 貪嗔痴這個 因為原來這個 貪嗔痴一切法都是佛法 你誤了一心的時候才能夠這樣講 我們現在還有對立的時候 那不能講貪嗔痴皆定慧 把貪嗔痴皆定慧 融為到一性的時候 那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就是元傑經講的 如來隨順元傑的禁戒 第一天公不好禁戒 貪嗔痴皆定慧 一切法都是佛法 我們這裡要提個公案 以前啊 天皇道義禪師啊 他的弟子啊 就是龍禪重慶禪師啊 龍禪重慶禪師啊 龍禪重慶禪師啊 他跟著師父 過了要十年啊 他講啊來了那麼久了 師父從來都沒有跟他講過一句佛法 有一天他就跟師父講啊 跟師父講說要辭行啊 他說師父啊 我跟你那麼久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講一句佛法 聽你講一句佛法 今天啊弟子啊 要跟你辭行啊 對不對 去聽聞佛法啦 那天皇道義禪師就說 哎呀我天天都跟你講佛法啊 你看你端茶來的時候我就跟你接 接的時候我就喝啦 我跟你謝謝對不對 你端飯來的時候我就跟你說下來就吃啦 吃完了你就說回去啦 對不對 每天都是跟你講佛法 我既然說你我說我說 你說我沒有跟你講過說法 你要就提用佛語嘛 是不是 因為作用的一切的作用都是嘛 佛法就是你的心的提用嘛 哦原來自心的提用 那我們日用啊不知啊 你看看他最最後呢 他天天都說 哇原來是誤了有沒有一心的提用 而不是心外法去找了很多什麼佛法 文字佛法也是不方便而已啊 所以他天天 他師父講 我天天都跟你說佛法 他一下子 緩然大悟啦 他歡喜永夜啦 他師父說啦 悟當下就悟 一落失良 那是錯啦 所以古德講說 己心忌錯動念忌乖 好聽過啦 因為你想要攀岩 也就是你自己的心 當然就是你的心的體用 那當然啦 己心忌錯動念忌乖 反照 原來沒有一個靶 不是你自心的體用 所以古德又說啦 你日用好不知啊 就其實就遲遲寇寇都在作用啦 只是我沒日用而不知而已啦 接下來 那他就問啊 那 如何保住 那聽完 趙毅禪這說 你 你 讓他 任性逍遙 隨言放放 但除繁心 比無甚結 繁心是什麼 相對能所 有好有壞相對能所 繁心嘛 相對嘛 但除繁心 隨言 你看 任性交揚 沒事啦 好啦 做什麼就是任性交揚 隨言放況 除殘心 殘心就是 繁心就是 相對能所 繁心就是有貪嗔吃賣魚 這個東西 所以 但除繁心 比無甚結 沒有其他的啦 所以說 我們有 繁心 有貪嗔吃賣魚 有德思心 有 種種的這個 不善心 那個就是我們繁心啦 有對立啦 因為不瞭解是真相啦 那就有 對立相啦 所以說 還沒有真正開悟之前 我們要依這個 勳起大勝 不斷的大勝 勳禮法 不斷依借教悟中 這樣勳起 等到我們 誤了實相的時候 我們也不能有這個 我已經誤了 這個感覺 金剛軍 法上應捨 何況非法 如果我們 能夠萬元放下來 一切法 本來就是 祭族的 你看 我們講放下 你看到這個 千行見自強不許 它自然的運作 所以六十大師說 傲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傲之法 既體既用 既用既體 既用伯傲 那接下來我們看經文 忠祐問 如何是佛法 佛傲之法 營光 營宗法師又問 什麼是 這個 才是佛傲之法 佛法是佛傲之法 能言 那 法師講夜盤經 金明 金明 賤 佛訓 是佛法 佛之法 所以六十大師 以運宗大師 之前所講的這個 涅槃經 它為例子 因為 涅槃經所講是 體 它體訓 涅槃經的內容 用 運宗大師所講 涅槃經的內涵來 問他 六十大師告訴運宗大師 運宗大師說 如同你 法師 您在講這個 涅槃經的時候 金明 見 佛訓 是佛法 佛傲之法 就如果 我們對佛訓 徹底了解了 能夠徹底 體會到佛訓 就是夢醒了 那 那就是了解了 原來 夢中的境界 因為有零零種種的相對之法 夢一醒的時候 原來夢中境界 就是你自己的一心 就是佛法 是佛傲之法 簡單講 這佛傲就是沒有能所 因為都是你的心 沒有對立 所以 沒有一個得失心 一個能所心 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對立之法 沒有對立之法 所以說沒有對立就是不傲 有對立 有能所就是傲法 所以我們常常說 有情眾生 我們稱為佛性 無情眾生 我們稱為法性 其實法性也好 佛性也好 包括我們講個人講自性也好 其實都是同個性 沒有傲性 都同個性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 依佛講的這個經教道理 我們會把這個靶相名詞 認為它裡面有好多好多 很多內容 當然 我們在夢夢醒的時候 因為好多內容 叫你通達的時候 叫你放下來 所以當然我們真正的了解了 原來 我們講友情也好 友情薄性也好 無情也好 是法性也好 原夢一醒 友情無情是同原種子 開悟的時候就是同原種子 友情無情是同原種子 所以說我們了解了 令元君講的 地水火崩 我們會 因為這一次 我們導師跟我們安排了這個 楞元君前三檢 楞元君的前三檢 就是我們中門的 後面的時候就叫下的 所以楞元君是智慧的楞元 前三檢就講我們 現在信中的 指使人心見信成佛的 誤本心 誤後取休 就是一 我們 這個楞元君所前章前的 會四科祭真 元章七大祭信 七大就是什麼 地水火風 空根四 七大皆如來障 妙真如信 那我們 我們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所有看到的一切境界 有沒有離開這個七大 沒有啊 那個七大就是 如來障妙真如信 那七大就是佛信 就是這樣子啊 很清楚啊 整體就是 法界都是我們一心顯現出來的 其實整體就是我們七大 除來障妙真如信 法界就是我們一心的心體 那我們現在有 我執法執 有我埔我埔執 念念都在攀岩啊 那變成兩邊了 所以我們見不到 這個 這一講的 我埔是佛奧之法 也見不到這個 是這個知之真相 見不到這個絕代的一心 我們總是有 相對待的 那怎麼樣才能夠見到呢 就是 我們根神接觸的時候 不再攀岩啊 放下啦 我們對外面境界的 啟捨分別 執著 那就 如同金剛經所講的 如如不動 不起一下 不染 不再染外面境界啦 常常這樣子訓練自己 那 就是我們本來 就如如 如心如盡就如 如本來就是如如不動 這個心 我們稱為 集造 集好常造 造好長集 用的時候 我們稱為 集好常用 用好長集 那是佛奧之性 佛奧之性就是我們這一內一心啦 它就自然就顯出來了 所以像我們這個眼鏡 眼鏡這個東西就是 你看這個眼鏡這個是有鏡片 有種種這個合合熬成的 對不對 它是我們各種因緣它細節 拆下來的 但是你看如果說 我們這個在圓散的時候 這個眼鏡才有這個像 這像它會不會永遠保是不會 它什麼時候因緣散的時候 它就散了沒有啦 一火一燒就沒有啦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這個空訓的 空訓的原來是一個 本來是空訓的 因為眼鏡以各種因緣條件顯現出來的 它的一個像就顯現出來了 但是這個顯現這個像 它不是永遠都是不變的 就如同我們化學原理一樣 化學原理 你隨便一個東西下去它就變化了 那東西變化就變來變去 因為它是空訓的 變化無常 反正像的東西就變化無常 了解事實真相 不被外面境界轉了 那就是慢慢了解這個佛法是佛法之法 不是被向上轉了 所以我們真正悟了本心之後 像 我們不隨 那個心不隨隨這個境界轉 你慢慢就知道 喔原來 外面在動 六根皆動 後面會講到六根皆動 第一不動 有體有用 它不是不動完全不動 所以六那個接下來這個運宗大師啊 又問了 如何是佛法不照佛法之法 那能曰 那就是依著他講經的 法師講涅槃軍 是佛法不照佛法之法 接下來就是他就譬如啦 比喻啦 如涅槃軍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 犯四眾禁作五逆罪及一談起等 當段佛訓佛 佛言善跟有傲 醫者常傲者無常 佛訓非常悲不常 是故不斷 名為不傲 這個 這是涅槃軍 光明片照高貴德王菩薩 那品 在這一品之中啊 有一品裡面啊 那高貴德王菩薩 問佛陀啦 他說 你犯了個四眾禁作 就是五逆罪以及一談體等 斷善跟佛訓佛 犯四眾禁就是 我們講殺到隱忘 這四種 在楞元經裡面講把隱擺在前面 所以隱 因為萬惡就是隱為首嘛 所以 日元經是把 排到這個隱 其實這個就是殺到隱忘 這四種罪是我們根本戒 我們五戒之中的根本戒 四種這個根本戒 不管我們 你懂不懂這個佛法 懂不懂這個戒律 有沒有佛法 有沒有受戒 反正 我們辦了這個四種戒 根本戒 都會 傷害到我們的這個 道德啦 就是我們道德啦 傷害到我們的這個會命啦 所以說 所以說 辦了這個四種根本戒 那就是 比較重的 那當然會做三二道 所以五戒之中 最後的就是九戒 你看 殺到隱 那就是我們前面的 信戒 信 自信 那 九 那個是 九戒是什麼 遮 我們做了五戒 我們去喝酒啦 還是破戒 如果我們在家 即是結婚啦 對不對 我們講生日啦 喜慶啦 在某種場所啦 我們 要喝 沒有 其實說 人家敬我們 因為在酒宴中 我們敬酒 你沒有喝酒那個念頭 隨言這樣子 那 還是 還是 還是不破戒啦 我們講開遮 佛 戒律有開遮 慈犯 開園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開園 不要說什麼都沒有 對啦 因為有些重生 有時候他會 會生這個怨惡心 所以說 這個隨順中就是 我們了解了之後 雖然 在酒宴中 人家進走 你一定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好 我們就隨意 沒有喝酒的念頭 如果我們喝酒 有喝酒的念頭 多喝一起來 那就破戒啦 沒有的時候 還不算是破戒 當他沒有受戒的時候 那喝酒是沒有醉 沒有受酒戒 他喝了 他喝醉了 那就是會造性 會造業 會造業 酒喝亂性 如果說 他沒有酒戒的時候 他就沒有醉 他沒有醉 他不會亂性 他就沒有醉 如果受了戒了 那說我喝酒 沒有醉 那不犯戒 那是自己講的 真正到沒有喝 那個喝了酒 沒有喝酒的念 意念沒有了 那就不算是犯戒了 所以說這個有關戒慾的問題 那有關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戒規 所以我們不管有沒有受三規 這個五戒 或是菩薩戒 這個四種性戒 我們一定要堅持 要鎖住 那五逆罪就是 第一個是殺父 第二個是殺母 第二個是殺阿羅漢 殺阿羅漢就是人 阿羅漢是人天師 那第四個就是出伯生賢 這個五逆罪 你看 第一個 殺母又比殺父重 殺阿羅漢又比殺母重 一個比一個重 那阿羅漢 因為阿羅漢是人天師嘛 你看 出伯生賢又比殺阿羅漢重 你看到五逆罪中 是破和和聲的最重 所以這個我們有時候 這個生團和和聲 就是六合金 有六合金的和和聲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絕對不能破這和和聲 它是最 忤逆最 那個信件是最重的 所以說 那一團體呢 也就是不發菩提心 根本不相信因果的 所以說 他不相信因緣果報 講因果他不相信 所以當斷善根佛信佛 善根 如果放寬一點 就是能夠受持三歸一 那真正到了真正善根 那就是指五根 你看善根就是信敬念定慧 信根 敬根 念根 定慧根 一團體 等斷善根佛信佛 一團體 等斷善根佛信佛 等斷善根佛信的人 他 因為不相信因果他 不相信來生 有來生 所以說 這個善根 善因 他不相信善因 善報 惡因 惡報 他不相信 這一套 處處都是自自自利 但是他同樣的有佛信 他不是一點 連一點同心心都沒有 不會 因為有時候他看到老人跌倒 小孩子跌倒 他也會順手去拉他一把 所以說 所以講 一談起也可以成佛 因為佛是各種因緣會幫助他 你看 有時候他這樣子 他相見因果 善友善報 這樣 有時候 佛會各種因緣來幫助他 一談起也可以成佛 或許 因緣 記住的時候 佛菩薩用各種神通力 讓他能夠起這個側隱之心 也引導他入佛門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就主大師回答了 印宗保釋的話 他說 涅槃經裡面的高貴德王菩薩 問佛 犯勢眾盡坐 無逆罪集一攤集 這個 總信的人 他善根生不出來 他會不會斷了佛信呢 問這個 佛言 善根有傲 一者常 傲者無常 佛信非常非無常 是故不斷名為不傲 你看我們從這裡就了解了 常和無常是相對法 常是常住的善根 無常就是有變化 所以像我們現在修復一輩子 都人天不報 那不報一進 又迷惑顛倒 有些人修一輩子很精進 學期佛法很精進 那一道逆進 現前的時候 他退薪了 那有的時候 你看 學期佛法 他的 月報現前 得了癌症 他突然就對佛法 一點信心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 我們容易退薪的道理 其實那個 是不是 那是 我們講說 那個 惡報現前 我們講 報盡環空 我們不能看 這個現象 現象會顯現出來的 都是我們 你看 那個 金剛經講後面會講很清楚 當我們學習金剛經的時候 會受人親見 你受人親見的時候 這個親見 被人家 各種侮辱 到最後呢 這個 這個罪業應該都誤到的 但是 我們今天學習的金剛經 慢慢慢慢 他就 就笑掉了 講很清楚 所以說 學期佛法 依照各種 力進也好 順進也好 都是 力來順受 順來忍受 能夠達到這樣子 一切都是元期 不是我們自己有能力 都是我們過去 曾元期 所以說 你看 很多人都是 奇奇佛法幾年之後 受到這個逆境了 他就轉成了 變成了這個信基督教的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所以這就是講 無常 平時我們運功的時候 很均勁 做到一天逆境的時候 那就放棄了 如果我們真正的 常駐上個人 他不管 遇到任何境界 逆境也好 他同樣的 一樣在修行 一些境界 慢慢慢慢 能夠突破 那到了真正到忍位的時候 他就不會做三二道了 你看到了 環頂忍 四第一 那個人位 就不做三個道 但是可能 到了四第一的時候 可能會 會 所以這個中間 會有 退退進進 退退進進 但是這個 殘住上根人 他就不會 失去上根 像我們前教 前 前 我們講 前教 上根 就是 前教的那個菩薩 上根生物 他慢慢慢慢 雖然有 隔音之謎 但是 很快的 來是一接住佛把他又 又進進 像規矩大師 對不對 你看他是山車和尚 對 他又 變成這無常 但是因為 元聚會的時候 他開始 靜靜來 一聽到這個 到了 到了寺廟時候 募苦沉著 他又 馬上就 就放下來了 這是告訴我們 這個道理 所以說 這一講 柏緣 善跟有奧 一者是常 奧者是無常 那我們的柏信是什麼 悲常 悲無常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先說明到這個 那個 如 涅槃 經高貴德王 普渣白柏緣 這個 犯勢眾盡 做這五吏 最極一彈體等 長斷善根 柏信佛 所以 柏緣善根有奧 一常奧不常 我們下個星期來做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佛信非常 悲無常 是故不斷 名為不傲 這我們下集來 再做說明 各位大師 我們去合掌 我們恭念 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普敵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noon 阿免 阿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